中文字幕志愿者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周的南台湾新闻 全台最具指标性的数位内容设计展 2023放式大赏在高雄展览馆登场 今年以建立未来作为活动主题 现场不仅有来自全台46校75系 展出结合虚拟实镜和5G智慧联网等技术的奇幻作品 也邀请5家旗舰厂商展示革命性的数位内容成果 市长陈希迈表示 市府将提供最好的环境吸引人才 让数位产业得到更好的发展 充满电玩元素与电音风格的开幕表演 让人眼睛为之一亮 也为2023放式大赏揭开序幕 今年首度由数位产业署主办 现场共有全台46校75系展出 呼应活动主题接力未来 让外界看见台湾数位内容学系人才的创意与实力 今天的主题就是接力 所以接下来就有数位部来接手 来接力跟各位同学一起来往未来来前进 那我想大家都很知道 数位内容是未来很重要的一部分 那数位内容这一块 数位部最重要的一块就是 来培育这个数位技术的人才 数位内容的技术人才 那过去在基金部的时代 已经在亚湾这边有一个基础 接下来数位部会跟 包括基金部还有高雄市政府 一起在亚湾这边 持续的培养数位内容的人才 有很多都是跟数位内容有关 相关的这个科系在南部群聚 所以这里不仅是 在整个硬体环境的一个搭配 还有产学的合作 那再加上人才培育 其实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条件 所以我想放肆大厂 也就是一个非常好 一个人才媒合产业合作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聚会 所以我们今年也希望说 能够再扩大这个相关的 这个产学合作跟国际链接 除了学界展现学习成果 主办方也邀请五家旗舰厂商 展示革新技术 不行有运用六轴平台技术 展示赛车与VR飞行座舱等 体感科技产品 由以深层式人工智慧技术 结合即时演算互动 打造虚实共创空间 让参与开幕活动的市长 陈其迈相当赞赏 放肆大厂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 这个平台 那市政府要做的工作是什么 我们就提供最好的一个环境 所以包括在亚湾区 或者是在各种创业 新创的福祉等等的各项的 这个补助计划 那我相信我们高雄市都是可以说是 所有的资源里面是最方便 而且最完整的一个城市 方氏大厂向来是数位设计人才 竞相角逐的重要赛事 今年共吸引79校提出 2488件作品参赛 并增设通用设计奖 鼓励新锐设计者以自身专业回馈大众 响应国际永续发展趋势 记者一期分采访报道 把在地的人文特色作为教育学生的教材 是现在校本课程所推动的重点 谈谈美门国小为了让学生了解家乡的相关产业 不仅将盐田搬进校园 也规划许多海洋师农教育课程 可以说是相当多元丰富 让孩子们在学习的过程 也可以对自己成长的地方更加了解 台南北门最有特色的锦宅角盐田 竟然出现在北门国小的校园里 这是因为学校结合校本课程特别打造的 让学生透过实际体验 更加了解家乡产业文化 小型的镇压开盐田 注力在我们学校的校园里面 那最重要的就是要让孩子去体验一下 在我们北门区最有名的一个关系 西洋最美的地方就是镇压开盐田 那金仔角的盐田是一个瓦盘盐田 它是全国第一个非常非常很有历史的一个盐田 那另外我们还有一些海洋教育的题材 比如说对于在地的一些 我们这边有水晶教堂 还有一个北门的一个相关的一些盐文化工厂 还有我们在地文化的南昆森的庙宇 很多很多的文化 还有在地的一个赏鸟 很多很多的一个生态的教育 都是在我们不同的课程里面呈现 学校除了有盐田之外 四处也都可以看到和海洋相关的造景 在日常生活中就培养学生爱相爱徒的情怀 实地的参访或者是他们自己走出我们的家乡在地去探查 那都有很多很多的地点跟一些景观可以让大家来欣赏 那欢迎大家有机会就来北门国校走一走 看一看我们呈现的海洋教育的成果 也让我们的孩子来当一个小小导览员 为了建构滨海特色学校 台南北门国校规划多元丰富的课程 强调让师生参与及体验学习 从座当中学 也可以对自己成长的地方更加了解 记者莱尔璇采访报道 现在正是东港黑尾季 在地一对传承三代的渔货批发夫妇 为了拓展更多元的通路 在华侨市场开业设点 丈夫将每日在黑尾渔专区内献补处理过的黑尾 直接运送到市场 再由妻子做铺条处理 制作成炙烧黑尾 爆蛋海胆蟹肉等人气丼饭 因而闯出名号 将这大把骰子黑尾鱼炙烧过后 再加入炙烧鲑鱼 放上干贝鲑鱼软等配料 这完美味的炙烧双批黑尾专饭就完成了 这家会于华侨市场内的生鱼片专饭摊 业者本身是家传三代的渔货批发商 到了第三代业者夫妻两时 决定要来点不一样的发展 因而在华侨市场设点 提供新鲜味美的独家料理 我们原本是在就是从我公共那一带 我们就是在做那种鱼鱼 骑鱼 黑鱼鱼的批发 然后十年前就想说 我们没有在观光市场 就是华侨市场这里 有自己的摊位 想说把我们最好的鱼 要留给我们在地的人吃这样 然后就想说 不然夫妻就出来一起 来这华侨市场开一摊 试试看啊 黑鱼以入口即化的丰富油脂著称 业者强调以当季黑鱼作为主角 切成骰子状 将鱼肉表层炙烧带来滋味变化 再搭配各种海鲜组成的铺料 带来华丽的味觉饗宴 因为最近是黑鱼季 所以我们都是推炙烧黑鱼洞 因为有些人不敢吃生的 然后生的它本身它经验比较多 然后黑鱼它会 它的鱼肉筋的部分啊 经过炙烧之后它会软化 然后就会有入口即化的感觉 另外业者也陆续迎合顾客需求 或是参考10项超夯的日式料理 开发多元商品 如这个爆蛋海胆蟹肉丼 就是以松叶蟹肉大把鲑鱼卵 海胆及海大虾组成 口感相当有层次 很鲜 而且它的料非常的实在 然后没馒头的那个鱼卵 好吃 值得特性 像鱼货是老板自己挑的 然后 然后它们的东西都是很新鲜的 所以我常来吃啦 爆蛋海胆蟹肉丼 它里面有的食材就是那个 日本松叶蟹 然后还有鲑鱼卵 大鲜虾跟海胆 还有加一点那个虾软的那个沙拉酱 让它感觉就是吃起来口感不会那么干 业者期盼本着三代传承的鱼货批发商 让来到店里的顾客 不仅买到看到还能吃到 直接从鱼港捕捞处理鱼烹调的过程 期盼将最新鲜的鱼产留给在地 让更多到访东港的人 都能吃到最好的鱼货 记者不听杨正义 采访报导 东港光复入海产街上 一家海鲜餐厅业者 迎接黑尾剂的到来 特别研发特色手作伴手礼 要让来店品尝黑尾鱼的顾客 也能带个东港好礼回家 特别用100%纯橄榄油 手工特制干贝酱 无鱼子酱 无论是拌饭炒菜风味都绝佳 成为人气伴手礼 浓郁味美的XO干贝酱 不仅能看见粒粒分明的满满干贝 100%纯橄榄油特制的酱料 健康味美吃得到各类海鲜的香气 还有鱼记来报道 为了让到房用餐的顾客 能带个属于东港的礼物回家 业者自制手工干贝酱及无鱼子酱 希望能打造专属餐厅的独特伴手礼 我们今年在餐厅里面也有推出两种 特别手工现做的酱 一个是XO酱 还有一个是无鱼子的酱 因为两种酱都非常有独特的味道 然后再搭配我们入菜 都是很新鲜 所以我就觉得这间的品质很好 这新鲜味美的独家伴手里 不少顾客都是来店用餐后 就喜欢上这个味道 因此主动来采买 业者强调这浓郁的酱料 不管是拌饭炒饭或是肉菜都相当美味 店里也会运用来特制黑鲑鱼餐 包括黑鲑鱼剂 除了我们蜂巢虾里面 还有我们剁焦黑鲑鱼的眼睛 也用这两种酱料下去研发跟特制 让整体以往会有特别特殊的感觉 业者欢迎游客 趁着时令永越到访东港 走访地方美景文化 品尝美味黑鲑鱼的同时 也别忘了把专属当地的 美味鱼或伴手礼给带回家 记住不停扬正义 采访报道 大树农会每年都会配合 玉盒包的产季办理评价比赛 让在地的农民有一个精进种植技术的平台 也能借此观察整体品质状况 而今年呢 玉盒包普遍受到少雨的影响 果实偏小 但是呢 果肉却更加Q弹 甜度呢 也有不错的表现 农会鼓励民众用行动来支持农民 到大树品尝玉盒包的好滋味 评审逐一试吃 仔细感受每组玉盒包的口感及风味 要在这36组参赛的玉盒包中选出今年的冠军 这是大树农会每年配合玉盒包产季办理的评件比赛 最大的目标是希望能让农民互相切磋 精进种植技术 种植在大树的玉盒包面积大概有1400多公顷 那么今年冬天比较冷也冷的比较久 适合我们玉盒包的开花 那么开花率有9成 那除了生理落果之外呢 今年的凿果率大概有5成左右 比前几年的那个天然灾害补助多了大概有3成 那大概产量会落在大概700万公斤左右 今年大概有36位农民来做这个玉盒包的评件来评比 那么评比的内容除了说有甜度 还有它的焦合率的实际 还有它的外观 口感 当然有两天的时间 今天是果肉 内积的比赛 阿弥盒仔就是我们的田边 田边看那个农民整理田边的环境的比赛 也列入那个评比的要素之一 针对今年的玉盒包状况 评审方信秀表示 这次因为少雨的因素导致果实普遍偏小 虽然前一阵子有几波雨是让部分果实变大 但因此稀释了甜度 风味上有偏酸的状况产生 不过这部分会随着时间改善 下周的风味就会变得更好 就是今年因为雨水比较少 所以今年普遍荔枝稍会小一点 不过其实不影响到它的品质 它吃起来甜度都还是有的 不过就是大小粒有点不一样 然后有的农民特别用心的 它灌水有灌足够的话 它的果粒大小还是蛮大的 最主要因为上个礼拜刚好下一次大雨 所以说本来很甜的荔枝稍微又变大一点 它的糖度就稀释 所以甜度稍微有低了一点点 不过整体上糖酸比还是不错 现在其实还算是刚开始采收 所以这时候荔枝还稍微带酸 所以大概再过个一个礼拜后 那时候荔枝是最好吃的时候 那时候它吃起来 整体的酸度会再降 然后糖酸比吃起来会更美味一点 今年的玉盒包平均 其实大家的水平都很不错 然后我们在里面特别选说 有的甜度顾得特别好 然后比较不会酸涩 然后所以整体上今天的水平是蛮不错的 评价结果将会在本周六的 凤利季活动上公布 届时也将由市长曾经麦 亲自为获奖农民颁奖 等会邀请民众周六 一起来风利季大脑内体验大树优质等农特产品 与人文特色 继续换问苍报道 台南北门区所出产的羊香瓜 在国内市场非常有名 不过如果是说到羊香瓜 大部分的人对于它的印象都是甜的 在北门就有农民市中新研发的品种叫做龟秀 农民表示去年也有种酸甜瓜 但是酸度太高 像是在吃柠檬 这一次经过改良 酸度下降 吃起来酸甜的滋味 受到顾客的好评 今年渴望量产 白色掺杂橘色的果肉 跟我们一般所见的羊香瓜不太一样 这是农民市种种苗公司新研发的品种叫做龟秀 吃起来酸甜酸甜的滋味相当特殊 今年我种的这支龟秀 算是有网纹 它的口感 它的酸是我们一般可以接受的酸度 它的酸度就像我们王来跟白色掺杂的酸度 它的口感就是在吃较求新 农民也说去年就有一只酸甜瓜闺女 但她吃起来的酸度太高像是柠檬 消费者的接受度不高 后来经过改良才有这支吃起来像是凤梨的酸甜口感 受到老顾客的好评价 因为一般市面上所看的大部分是都甜的甜瓜 这种生的就是原来农有才有的品种 因为农有公司它是我们目前种子的龙头 所以它会采过特色的品种 来公司也会去释种 年后就是会让我这个有那个医院 买长生的都会去种 目前这只龟秀还在试验当中 今年底有机会量产 届时想要品尝这特殊洋香瓜品种的民众 就要把握机会 记者廖宇璇采访报导 屏东长治乡一处可可农场除了生产可可豆 更将可可果的利用发挥到极致 研发一系列风味餐 包括可可果露、可可豆馍、巧克力 甚至可可果夹都用上 增添料理特殊风味 现在就透过画面带您一起去尝鲜 长猪上的丰盛料理令人食指大动 这是长治乡一处可可农场推出的可可风味餐 包括蜜露鸡、可可茶皮炭烤五花肉、清蒸果露鱼、可可吉拿夫的料理 虽都是常见食材 但独特风味令人惊艳 用这种方式做起来 吃起来就是跟一般餐厅就是不一样 然后它吃起来非常的清爽 非常的可口 所以就是说觉得蛮特殊的蛮不一样的 我刚吃那个小卷 它里面有加可可露的汁液跟那个姜汁去调配出来的 那吃起来有点清爽 比较好入口 外面没有吃过这些料理啊 那这个果露下来可以开发一些酸甜口味的东西 甚至把它浸泡在蔬菜里面 都可以当成沙拉酱来使用 风味餐还包括以黑巧克力与白巧克力 研发出黑白两色的拔丝地瓜 还有庄原生巧克力红豆瓦吉 可可露冰淇淋等甜点 把可可果各部位的特殊香气 及制成的巧克力发挥的淋漓尽致 丰富原有食材的口感 皮的方面的话 我们使用来烟熏或者是烧烤一些肉类 像这一道的话 这道的话海鲜鱿鱼的话 就是经过可可茶笔下去烟熏的一个过程 那产生的风味的话也非常的一个特殊 再来的话 制作巧克力它有一些流程 会产生一些风味非常独特的产品 那我们就开发出来 跟食物上实际上去搭配 为了友善环境与注重食安问题 农场所种植的可可 全程都没有使用农药 除草剂与化学肥料 在可可豆加工过程中 也无任何化学添加物 农场才预约至参观 及享用风味餐 把食农教育融入 对消费者了解可可种植与环境生态的关联 品尝风味独特的可可料理 让更多消费者认识可可产业 记者张如荫 刘建荣采访报道 一年一产的凌远洋葱 因为含水量高不耐久放 因此由在地青年组成的 凌远梦工厂海洋创生协会 只想到将洋葱加工成酱料 搭配当地渔产推出血婴 充满幸福的洋葱酱礼盒 并与长期辅导身心障碍者的在地社区 附建中心合作 游学员协助组装礼盒外包装 借此让凌远最具特色的农产品 更具有新效力 将当季的凌远洋葱下锅翻炒到呈现焦糖色 再加入调味料 旧权为洋葱酱基底 这是凌远梦工厂海洋创生协会 为延续凌远洋葱保存期限 与在地社区共同研发出的酱料 搭配出在地渔产制作成礼盒 并取洋葱谐音将礼盒命名为 充满幸福 充满幸福其实也是我们给凌远的一个 洋葱的不一样的一个形象 跟品牌的发想 礼盒里面的话会有洋葱 那也会有雨产 那也会有洋葱酱 那洋葱酱的话也是近年 我们跟小农研发的 那因为林远的洋葱水分比较湿 所以变成说 其实我们在保存洋葱上 其实大概就是三个月是极限 所以变成说 我们一年世纪当中 洋葱就只占了一个季节而已 那我们希望给它做成洋葱酱 洋葱酱可以耐放 协会更自行设计一款别具风格的 礼盒外包装 并与当地长期辅导身心障碍者的 社区附件中心合作 由学员协助组装 展现学员接受附件课程的学习成果 大家都不知道我们宁愿有洋葱 那我们今年想说 就给它做个一个比较高单价 质感一点的一个行销 所以我们会设计了一个礼盒 打开就是满满的洋葱 跟一些周边 然后我们那时候在发想的时候 就想说要用充满幸福 然后让得到礼盒的人 可以就是有满满的幸福感 那因为洋葱 以往给人家印象就是比较臭啊 会比较辣一点 但是我们就给它转换的不一样的方法 然后给人家有不一样的幸福 后续的代工 还有一些制作的部分 我们就跟那个中心这边的学员 一起来学习 一起来制作 那现场他们很多人 真的都还蛮有天分的 我们跟梦工厂的合作就是提供他一些 金帐朋友的一些代工工作 那这个其实就是让他们训练一些附件 还有一些工作训练的一个机会 那我们希望说有这个机会可以延续 然后提供这个工作的一个训练 这次我们跟他合作的部分 可能是以纸盒包装代工的部分来为主 希望可以提供一些工作机会给他们 其实我们金帐朋友的一些手工人 其实都还OK 那这种细的东西他们是可以胜任的 只是还是要做一些指导 由青年返乡组成的林园梦工厂海洋创生协会 为行销在地农鱼产 将一季一产的洋葱加工制成酱料 延长保存期限 再结合生长团体共同行销 期盼能让更多人看见林园特色农鱼产 记者接分采访报道 为了让新婚夫妻在户政事务所 登记结婚的时候留下美好的回忆 市府青年局邀青年设计师 依据地方特色 在高雄20处护政事务所 打造悬台最美的护政结婚备版 一推出就吸引本地新人拍照留念 就连外线市的新人也因为这个特色 跨线市来高雄登记 市府青年局希望让青年设计师 有发挥的舞台 也带动更多新人到高雄结婚的风潮 新设计的护政事务所结婚备版 是由市府青年局邀请青年设计师 依据每个行政区的特色风情所打造 有钢山的爱情羊肉炉及严惩的老戏院 人生的下一场戏等 推出以来每月平均吸引 1000对新人到20处护政事务所登记结婚 除了本地也吸引外地新人 跨线市来高雄办理 自去年台湾设计展 由青年局推动的 这个护政事务所的结婚备版改造 我们总共改造了20处 邀请我们高雄在地的青年设计师 那如今呢 这些备版其实引起了非常大的回响 那我们这个同期的这个结婚对数呢 有许多护所还成长了三倍之多 那更多的是来自外县市的这个新人呢 特别跑来高雄登记 就是因为我们有这样子一个特别 那有设计感的这个结婚备版 吸引他们一起来 我们这个结婚看板呢 自从青年局来帮我们 这个改版重新做了以后呢 我们发现吸引了非常非常多的新人来这里 然后呢我们就发现除了 因为严惩区这个地方 目前人口数是比较少 那我们就发现很多外县市 还有其他区的新人 他们是慕名而来 然后特别来我们这里登记 甚至于呢 他们还就近呢 包装了一些行程 包括到爱河到博尔 这些浪漫的地方 他们去旅游 所以我们的感觉是非常非常的好 市府青年局局长张一黎表示 具有设计感的结婚备版 引起各界的注目 也因此要求能推荐 这些设计师协助打造 成为高雄城市观光行销的助力 所以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 借由设计来改造市政 然后达到这个城市行销的效果 那不仅如此 我们其他也有很多的县市 逐步的跟进 这个其他县市的议会 也有议员在这个质询的时候提出 希望该县市的这个政府 可以跟进这样子的一个做法 所以我们也推荐了我们的青年设计师 到其他的县市来重新设计 他们的结婚备版 达到一个非常好的效果 今年设计师从事公布门美学 掀起改造热潮 让高雄绝美结婚被榜 要身打卡热点 除了为新年的重要时刻 加入设计美感 也让高雄成为浪漫结婚的最佳选择 记者周恩成 采访报导 法国知名街头艺术家 即壁画家RICO 在屏东旅游之余 受邀前往东港华珍食品 以及大鹏湾饭店 彩绘店家的墙面 以东港黑尾地图 以及黑尾服饰会两个主题 述说在地故事相当习惊 透过墙面壁画述说故事 这个东港黑尾地图 把在地特色景点及打卡点置入 有黑尾与有公车转运站 还有店家特色伴手离美食 全都收录在里面 这是法国知名街头艺术家 即壁画家RICO的创作 在一次偶然机会 旅游至屏东时获得邀请 因此选定东港华珍食品 以及大鹏湾饭店 为店家设计两幅画作相当吸睛 其实我们才会想就是 结合东港在地比较特色的景点 对然后还有我们东港很有特色 就是我们的黑鱼鱼 然后我们把它结合上去 那你可以看到后面 其实我们有很多 新的景点其实是未来 像是东港转运站 然后跟那个王船博物馆 其实我们就把这些元素画进来 那因为其实我们是 为在中山路上 会有很多的游客经过 然后就透过我们这样子一个地图 然后结合东港的特色 其实很多游客就是一眼可以看 我们其实东港有哪些地方 是非常值得去看的 很荣幸能邀请法国的彩绘大师 那刚好来屏东旅游的时候 在这边可以留下一个 它属于它的作品 那当时在绘画的这个时候呢 我们有交流一些意见跟想法 那主要也是希望把东港的一些特色文化 所以看到黑鱼鱼 还有一些樱花虾的图示 再加上我个人因为跟日本的渊源 所以它聊了天以后 它用这种服饰会的方式呈现出来 这个以东港特色文化与日本服饰会意象 巧妙结合的画作就在大鹏湾大饭店的迎宾墙上 透过此次机会让法国籍大师力临创作 大伙都相当兴奋 也借此机会为地方增添一个独特的大咖店 目前法国艺术大师的团队进驻设点在高雄车站附近 近期也与东港不少店家接洽 未来期盼有更多计划为地方设计更多画作 把美丽且缤纷的色彩留在东港 记住不听张正豪 采访报道 感谢您收看这周的南台湾新闻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